赤娥输硬报告一出 这样有商铺成交 这里报道就说 切了辣后手中商铺成交 尖沙嘴港京中心铺 398万沽 四年实蚀了三球 怎么蚀三球呢 你看回赤娥输硬报告里面 就说撤销实施了七年半的非住宅 非住宅物业的商印花税 你看回 又是七年 这么邪的 777都够邪的又是七年 你看回 印花税增效日期26号 即是增效了 市场垂直 出现一个成交 在这个叫尖沙嘴港京中心 一个商场报 埋放 就估计要 亏超过300万 来抢 有代理认为 切辣或吸引 埋价 趁机沽货 但对铺位的价格 未必有太大提振作用 由此 亏让埋铺未必是坏事 而最重要是业主可以套现 其实我补充一句 这个地产代理 你赚多少 你都要比佣的 对他地产代理来说一定是没有影响的 港精中心一楼 一楼都不算差 一上一层就是了 面积400平方尺 即是言以交吉 早前业主一度叫隔800万 不过放盘放不到 之前我都说过了 七一的时候 这条恶法来到香港一定是堆坏了 这个香港的砖头经济 加上现在的呲婆整份输硬报告 不用说了 这个是一个叫做信心的表现 等于市场是崩溃 对这个没有信心 拿钱走人 放盘放了很久了 不用说了 800万根本没人接货 一定是压价压了很久了 压到今天 终于业398万 沽出累积 累积减价五成 即超过五成 翻查资料 业主在2016年4月 透过公司名义 以650万元 买这个店铺 即使交易账面 都说要蚀38% 即是说225万 原业主买入这个店铺的时候 要支付 约46万 那个叫双印花税 若再加上买卖两次的代理佣金呢 估计蝎让金额就是308万 那你看回来 那你看回来 你看回来 你现在 出现这个叫做信心迷姬 这个赤婆 赤婆出份报告出来了 立刻有人订账了 订账离场 你看回来 现在就说这个 对这个 这个双印花税是商铺的 如果楼那里 双印花税都切了 我估计 情况一样的 我想大家 你和我都一样 是在沽货 是沽 大家排队沽货 不用说了 就算 我想大家沽货 多数人都会来到香港走的了 特别是年轻人 年轻夫妇 那如果 有句说话 即是阿成光的标准是对的 永远都是持现金 最实际的 没错的 你现在还持这些砖头 砖头不值钱 对不对 就算你看回现在这单 这单的涉养交易 它用公司名义借钱 公司名义借钱 你看回 深圳内尔北 那些也是这样 之前香港很多 都是用这些公司名义借钱 在银行借了钱 就放在砖头那里 现在蚀到人家产了 即是不排除这些公司 这些公司名义借钱 是这些大陆公司 借了钱 在香港里面 就所谓叫做投资 投资现在就是含家产 算手难脚 首先说一样东西 我是不喜欢用投资那两个字 现在你看到香港人 真的套现 就肯定的钱 就去英国买楼 也都有很多英国的楼盘 即广告 是很喜欢用投资这两个字 我屌你了 不要用这些人家产 真是死全家 老实说 香港人过到英国 老实说 你租屋也好 你自己买来自住也好 千万不要用投资 是很反感的 肯定很讨厌的 你以前也是的了 你加拿大的时候有一阵 你去到那边 又是用投资炒到楼高了 真是神僧鬼厌 本地人真是肚子厌你 你现在想着英国 又是用这个字眼投资 真是屌你了 我没有欺負你这些人 这些是毒来的 真是 现在你看回 再说回 喂 现在香港出现的情况 就是 連店铺 店铺不用说了 真的很多人都等着沽货 楼也是沽货的了 这些钱带走 肯定带走的了 香港 成哥指数 成哥华 炸現金 成哥华 即成哥 李嘉诚就说 喂我要放些钱 都放在一个叫做 有法制的地方 法治良好的地方 怎会放在那里 那你现在看回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真是市场 市场 投下 很重要的一票 蚀三百万都走 你既然你设了这个叫做商印花税 他一定等都不等 这些人 这些人 肯定这些公司 是借了很多钱 肯定 他一定要还很多 你现在常说 有些公司 他现在连利息都还不到 他套现 即不排除 他就用来还利息 瑞士 首先 这些公司 你看到这个店 这个店 他用公司名义去买 其实这家公司 只不只买了一个店 甚至买了更多的楼 都不定 那你就含家产咯 对不对 你买这么多楼 现在你还用这些所谓投资 你就跳横楼咯 真的跳横楼咯 这些你自己搞成的 那你看回 现在香港人 你走不走都好 真的 你套现握现金 最实际 握现金 不是握港元 是握什么呢 握些稳定货币 美元 好似我也是 我是握美元的 这些稳定货币 喂你港元 你那些 真的真的完的 用口说真的完 就说完 真的你现在见到 他现在你自从这个 这个赤婆港元 这个港元 随时玩得完 你再加上你之前 你看回港元 香港元 是强过一阵的 就是强过 他有资金 下来是炒股的 自从这个蚂蚁 上不了市后 喂那些钱 还有没有人 那些 还没有这些所谓 买股票 炒股票呢 这些客人呢 他又一还要面对这个叫做 股票的价格升跌的风险 还要再考虑一个最关键的政治因素 你蚂蚁上不了市场就是一个政治因素 现在淑婆那份输硬报告 怎么输硬呢 又是政治的 政治目的 很多人都说你屌你了 我根本这份输硬报告不是写给香港人看的 就是写给深圳河以北的含家产政权看的 那你屌你了 为什么每个人不走 就算不走 真的拿钱 拿现金 最实际 拿了钱拿现金 拿回外面 不要放在香港了 所以现在香港的形势 现在香港的环境形势 整个局面 我估计如果他真的切了牛乳双辣椒 说真的沽货的情况 首先说到很明显 如果你是黄的 我又跟那些蓝丝说的 香港经济很好地留在那里 那当然是我们沽货去接货 对不对 你进来 我们出去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